不是最佳的一个应用场景 你的技术化里面的话 可能会存在一些支付的一些限制 还有一些就是操作的不便利性之类的等等 那么我们呢 到了第四代的 就是4.0的一个央行数字货币桥的一个支付系统呢 它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它就可以实现你数字能力可以运用于零售层 也可以运用于批发层 你虽然有FPC也可以运用于批发层 也可以运用于零售层 你可以交叉使用进行价值交互 那么包括其他的一些 还没有开始开发他的一个央行数字货币的一些国家 他如果想要参与这个系统 他也可以直接在桥上的话呢 可以实时可以帮你 就是能够创架自己的大数字法律 CBC 他可以做到 就算可以做到这个 然后他可以以本国的货币进行解决 这就涉及到一个更深层的一个技术路径的问题了 这个到我们后面再讲 其实我们现在真正的话做的测试最多的话 就是数字人比参与批发型的多边亚航速度货币的一些项目分析 就是他有实际的一些 就是他的一个测试的应用程度 比方说我们和中国那边亚航做的一些价值的交互 用一些大东商品贸易网来结算 也走了这个测试通道也试过了 这些的话也是测试下来也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他们是会进行多次的一些测试的 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对吧 大家都知道的 这都不是说测试一次就能行的 我们呢 就是很多时候呢 就是为什么会去讲这个话题呢 因为我们是大家都懂的 懂都懂 这个话题我们就不太乱说了 肯定是跟咱们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会经常会聊这个话题 大家也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 像今天我们在群里发的 募索的那一个视频里面 就会讲到 这些不管是传统的货币支付系统 或者是我们的新型的 央旁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系统 它们是怎样一个形成的一个关系 大家可能的话 就是在募索的这个语音里面 其实就是能够听得出来 它其实总结出来了 就是我们在一个传统的一个 跨境支付系统和新型的央旁数字货币 这个系统里面 它是可以达到一个互联互通的 它可以互相之间兼容 然后它可以互联形 就是互相之间的话 还能够互联互通 还有一个就是 你单一可以作为一个单一 使用的一个 爱因支付的系统 就是你各自又是独立的 发现没有 对吧 这个模式我们听起来 是不是很耳熟 对吧 那这个系统的话 它主要是解决什么呢 就是你要是兼容也好 或者是兼容也好 或者是你 还可以作为独立的一个支付系统 新结算系统也好 解决什么问题呢 首先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支付的结算系统的话呢 你可以解决你自己就满足 比方说你的一个零售层的 你用数字人民币对吧 你可以满足它的高运挖性 满足它的一个支付系统 那么你批发层呢 你可以很快速的就能够24小时就能够解决你 原本在传统贸易结算里面 你可以比方说你原本用Swift要7天 CIP S要3天 但是你用我们现在的这个新型的央行数字货币支付的一个快速支付系统的话 你批发贸易结算 你就只需要用24小时就可以了 对吧 但是你为什么又要达成互联互通了 因为它达成互联互通 它里面可以解决一些货币替代的一些风险 这就是目所那个视频里面讲到的 一个货币替代的风险 你货币替代 你如果一个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在做快速支付的系统 它落地过后你是要兑换成当地的货币的 然后结算给收款人的 对吧 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的一个 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的国家货币 然后到人家国家去流通 然后替代人家的法币 那不就是货币替代的一个风险吗 对不对 那你互联互通的这个机制打通了过后呢 它就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些问题 而且呢 你公立的一些商业银行呢 可以按照实时的汇率进行结算 结算成 它自己本国的货币 比方说CHC 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的道理 对不对 你们自己再想一想 如果说你用数字人民币作为 批发产能有跨境贸易结算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出现这样一些风险 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人家都还是数字人民币 那在其他人家的国家里面 那人家的国家的法币 那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数字人民币是一直可以用的 它可以选择这种方式 那当然这个风险他自己当 这个风险他自己当 他可以选择 但是如果说他不想用我们国家的法币 来替代他们自己国家的法币的时候 那是不是用批发层的CHC是更安全的 你们自己去想一想 对吧 比方说我用提供1.1的CMHC 作为一个资产的一个锚定 然后开始租币 去购买CMHC 对吧 CMHC 然后呢 用CMHC作为支付结算的货币 到了他那边 到了他那边 到了当地收款人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当地的商银行 然后结算成当地的一个法币 然后给收款人 因为CMHC 他可以和多国的法币自由推幻呀 是不是 大家去想一想 然后结合牧所那一个视频 你们自己认真去看一看 牧所的视频里面 他主要讲的是什么货币替代呢 就是讲得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能够能够很清楚 能够贴得懂 当然呢 可以多听几遍 他主要就是讲的是你的传统的 和你现在的 还发生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过后呢 他才可以解决了一个 货币的一个 就是替代的一个风险 那我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 和大家打比方嘛 这样的话 大家能够更清晰 更直观 对吧 你用说的人 立即作为支付结算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上桥 你没有用货币桥 这种系统的话 用我们现在3.0的这个系统 你想运用于批发层的话 可能的话就是会出现这种 货币替代的一个风险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你如果用了货币桥的这种 那么他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货币替代的一个风险 完美解决了货币替代的一个风险 而我们现在呢 目前呢 就是老实的乖乖的 就是 零售就是用数字人民币 批发就用CYGC 因为还没有上桥 上桥过后就可以实现价值一个交互了 你就可以同时可以用零售3 也可以用批发3 因为它那个桥上面 它是可以有那些技术模块的 它是可以对接的 对接一些传统的 然后再对接到当地的商业 商业银行作为一个按当时的货币 去结算成当地的一个货币的 它是有这个技术的 所以这个里面为什么说很复杂 就是这个原因 你看我说都说半天 包括我说的 意思和穆索的视频里面 意思是一致的 但是它是通过不同的方式 去讲出来的 这就是大家的理解方面的话 你要通过多维度的去理解 如果我和穆索讲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你听不懂还是听不懂 对 但是我又换一种方式 去跟大家去讲的时候 你已经很懂了 对不对 如果我用数字人民币 作为一个批判层的支付结算的时候 那我们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数字人民币 在人家的国家里面 那人家的话还可以用数字人民币 在其他的国家的话 自由流通 反贸易 人家愿意用我们数字人民币 用我们人民币的话 是可以作为 很多国家直接贸易往来的 对吧 结算货币 人家不怕 我们数字人民币用不出去啊 对不对 那么就不 不就是产生了一个货币替代的一个风险 那他不介意 那我们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人家国家 我们不能的话去在人家国家里面的话 去挑衅人家法律的主权啊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不能挑衅啊 你是方便的 你方便的自己 但是会不会影响到人家的一个经济体呢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现在在没有上调之前 那么我们可以用 他就是 他就是两条运行轨道同时进行 一个是零售层 一个是批划层 同时去运行 你民主你就老老实实 BC BCP数字人民币 你批划就老老实实 CNHC CNHC 因为他可以 直接的话呢 就是和多国法律自由兑换 老老实实的 结算 24小时之内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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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对吧 因为现在技术还没有达到货币桥 货币桥起码还要等一两年才能够落地 最少 最少要等一两年 说不定还要更长的时间 这个说不好的 因为他这个起码是 从2020年开始 起码是 不好算这样 反正就是 起码都是五年 五年落地一个系统的 这是我的一个 经验之堂 你没有五年你一个系统落不了地的 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 所以呢 我们呢 就是 你还是 有空的时候 你想多学习 花金支付的时候呢 你们还是自己在网上 多搜索这方面的学习内容吧 因为今天一下讲很多呢 大家可能也消化不了 而且呢 也特别专业 里面有很多概念性的东西 特别绕 一确是特别绕 你要多听几遍才能够听明白 好 我就不多说了 免得大家越说越听 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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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